对了,你们都分家这么久了,宋青云就没回来过? 你们现在可是要靠着宋青云给你们养老了,可别到时候宋青云两手一甩,那就麻烦了 宋辰,不管怎么说你还姓宋,不要太过分 宋老汉阴瑟瑟地盯着他,自从这丫头不傻了,他就感觉什么事都变得邪性起来 此送非彼送,与你无关,不用想太多 还在这里等着继续丢人吗,还不快些死进去 宋辰由言不尽,让宋老头很是火大,冲着宋周氏就是一顿骂 宋周氏不敢不听,等宋辰这个小贱人走了,要收拾宋阳氏,他多的是机会 宋辰对他们的行事作风太了解了,宋阳氏自己也清楚 宋周氏进去之前,看他的那一眼,说明了一切 他只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心里默念着宋辰说过的那句话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我家之前住过的那个破屋是我买下来的,你要是不嫌弃,你们母子就搬到那边去住吧 你,你说什么 你们住在这里,往后必定是没有安静日子过的 反正都分家了,搬去哪里是你的自由 只不过你搬走了,分家的时候分到的东西可就不是你们的了 你自己想想吧 你真的愿意借给我们住吗 宋辰的这个建议,宋阳氏根本是想都不用想的 分家不过是短短一个月,他早就已经在这里住够了 他们母子夹在这个中间就没安宁过 不是这家吵架,就是那家吵架 宋周氏不开心的时候,还要抓着谁骂谁 就连有点好东西都没地方藏 你要是愿意去,我爹会帮你们修整一番的,保证安全 谢谢你,谢谢你,实在是太谢谢你了 四姐,谢谢你,我长大了一定报答你 宋明也哭了 现在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魔窟 他一点都不喜欢 相反的,他现在十分地喜欢宋辰 每次靠近他,都感觉十分地有安全感 报答我就不用了,好,小姐你娘吧 赶紧收拾一下准备班吧 宋阳氏连连点头,拉着宋明就去收拾东西了 他知道宋辰为什么让他赶紧收拾 等到宋周氏找上他们了,他可能又要吃亏的 好,好了,我只是坐下保证了 我们有一个人据过来